這類大選剩不到兩個半月的時間 那麼根據風燦傳媒在發布最新的消息 這是我們的民調結果 總統大選2024的民調 賴慶德仍然是35.4%的支持度遙遙領先 柯文則是23.9%居次 那麼侯友宜則是19.9% 根據這個數據民調分析 可以發現賴侯柯三個人支持度都呈現不同程度的往上升 也顯示沒有表態的選民的票員 有平均分佈到賴慶德跟郝永宜 還有柯文則的陣營的跡象 這是今天白線最近的消息 提供給您做參考了 政黨協商藍白河進入最後階段 那麼雙方的主席針對聯合政府方式 要爭取立委席次最大化來做討論 郭政良就直言說總統協商未完成 等於一切都還沒有完成嘛 郭政良也指出說民調說有壓力 完全在於柯文則是錯誤的 我們來聽他的專業分析 立委席次極大化必須以總統完成協商作為前提 是啊 問題在這 所以總統協商未完成 就是總統產生方式未完成 等於一切都沒有完成嘛 因為那種什麼第三波民主改革什麼的 那個隨便報紙上都找得到社論 所以我覺得這個最終還是要 這個沒有錯啦 壓力會是在國民黨 那個民調說壓力在柯文哲那完全錯誤啦 柯文哲哪有缺什麼 柯文哲本來就沒有想過他可以選中統 他怎麼樣不分區就是增加到八到十席 你說此時此刻他已經贏了 他已經贏了啊 因為他不分區本來只有五席嘛 那他增加到八到十席他就是贏了嘛 那現在只是說他要分到多少行政權嘛 是這種問題嘛 所以是國民黨自己要想通嘛 就是說你要用什麼方式 讓民眾黨願意跟你合 因為民眾黨不跟你合 他還是贏啊 兄弟裝出現囉 柯文哲跟朱立倫 在昨天的時候進行了政黨協商 並且整理出兩黨的四大共識 那麼我們就先來看到的是 先來從服裝來看到 其實服裝也是精心挑選過的 同款領帶 同顏色的襯衫 以及同個顏色的西裝套裝 那麼可以看到的是 要展現的是藍白的和諧 會不會進行更進一步的合作 當然是有待觀察 但是至少從服裝方面 我們可以看到的是 兩個黨都已經展現自己的誠意了 好 我們用兄弟裝來現身 那麼四大共識有哪些呢 來帶您來看到的是第一點 第一點是共同進行第三波的民主改革 好 大家就在想啦 欸 台灣什麼時候開民主倒車 好 現在呢我們必須要進行的是民主改革 因為執政黨的現在一些陋襲喔 其實讓這個藍白兩黨看不下去 他們希望的是發揮政黨協商的第一點共識 就是要進行第三波的民主改革 且進行兩岸對話 以及尊重彼此重啟對話 能源永續經營發展跟永續的轉型 好 這也是呢 藍白兩黨提出的一個共識之一 另外現行憲政體制 就是強化國會的功能 好 因為呢 其實 呃 在因為這個在選舉的關係 所以其實在我們的這個體制方面 會在這陣子一直被拿出來討論 那麼現在兩個黨先都希望的是 我們的一些體制應該要來做一些改革 另外的是還有2024的大選 我們要共同努力發揮 一加一大於二的功效 這才是藍白河的重點啊 藍白河的目的就是希望可以政黨輪替 且呢 我們台灣現在的一些政壇的一些陋席 因為2024的選舉而有所改變 所以要發揮一加一大於二的功效 那麼現在有人在酸說什麼呢 說這個綠營就說啦 欸 這個侯友宜被賣了 欸 真的是被賣了嗎 朱一倫立刻回應說 請綠營不要再見縫插針了 好 他是呢 侯敬總主委 那麼呢 目標是為了台灣好 以及實踐他們希望的政黨問題 侯友宜的反應是 雙方支持者已經不耐煩了 好 希望趕快來敲定 政府總統候選人的問題 政黨輪替這一役 他不會缺席 侯友宜是這麼說的 柯文哲呢 說這一場呢 政黨協商的會議是很具意義的 要讓外界知道兩黨合作 總比兩黨對抗來的好啊 這是有歷史最大的意義 那麼媒體人羅旺哲就說了 說這一次的協商 柯文哲可解逼婚的壓力 之前前幾天柯文哲不是說嗎 有一種被逼婚的感覺 這個結婚證書呢 已經刊登在這個報紙上面 就是要他點頭答應的感覺 現在已經可解逼婚壓力了 朱立倫也可以鞏固在國民黨內的地位 那麼張志誠民黨發言人卻說 這是一個政治分贓 為什麼綠營會這樣說呢 因為現在藍白整合 進入一個政黨協商階段了 那麼昨天的對話呢 其實也登場了 那麼這個朱立倫跟柯文哲 兩個人穿兄弟裝 一起坐下來好好談 他們希望建立的是 聯合政府的方式 當然也要爭取立委的席次最大化 難怪綠營會說是 政治分贓 因為他們當然嫉妒恨嘛對不對 那現在呢 有個最強候選人的組合出現 但還沒有討論出結果 上次郭正亮就直言說 現在的核心的關鍵要點是 國民黨要如何說服柯文哲 來當副手 因為他們渴望的是 侯柯配 那麼侯友宜之前說 其實侯柯柯侯都可以 重點是 兩個人的頭像名字 在同一張選票上 這樣子支持者才投的下去嘛 那麼現在國民黨希望 當然是要說服柯文哲來當副手 那麼郭正亮也貼出了一些解方 我們來聽聽他的專業分析 現在的核心點是你國民黨 要怎麼說服柯文哲願意當副的啦 這樣問題核心在這裡嘛 所以我認為有一個方案 今天他們沒有談啊 就是要談說 不管誰當政的 我們一定讓副手有實權 那大家事先把這個東西講出來 因為他後面都在講一堆什麼 我國會要擴大功能啊什麼的 你國會沒有過半擴大功能也沒用啦 民進黨過半呢 他總統會來立法院報告啊 然後你被你質詢完了 他還要重新來報告啊 你不要做夢了啦 賴清德會來才有鬼 賴清德即使來 他也不會讓你質詢了啦 所以這個前提還是要回到 你要過半嘛 所以我說有很多東西喔 我們就把關鍵的問題講清楚啦 都不要去想說 國會要怎麼改革啊 第三波民主化要怎麼走啊 你總統沒有辦法順利產生合作 你國會沒有過半 那講這些都是空的啦 所以還是要回到問題的本源嘛 本源就是你國民黨真的這一次 從去年地方選舉大勝之後 就一心要政黨輪替嘛 這個就是國民黨的想望嘛 企圖心極為強烈 對不對 柯文哲真的有這樣想嗎 柯文哲只是發現 怎麼民調越來越好這樣 昨天藍白首次進行了政黨協商 那麼雙方主席柯文哲 朱立倫有共識 要拼國會席次最大話 柯文哲說 合作總比對抗好 那麼朱立倫也喊話 民主獨裁將會過去 按照這個邏輯 立院龍頭人選就更重要了 外界點名韓國瑜 王金平等人 那麼至於藍白要合作 藍營的小雞們能夠找柯文哲站臺嗎 這個是個關鍵 朱立倫表示得先等總統協調完 才能夠做決定 藍白首次政黨協商 朱立倫 柯文哲默契套裝 藍西裝配白襯衫 再加上代表各自政黨顏色的領帶 象徵藍白河 朱立倫也信心喊話 民主獨裁將成過去式 承諾將發揮一加一大於二的力量 閉門會談中科出也協商區立委 如何藍白河 立拼席次最大化 立院龍頭人選也很關鍵 包含前高雄市長韓國瑜 以及前立法院長王金平 都是熱門人選 不過尷尬的是既然要憑國會過半 柯文哲能不能幫藍營小雞站臺 關鍵問題還是卡在這 至於開放站臺的 我們希望等總統這個協調完成之後 我們再做共同的協商 那就是雞生蛋誕生季的問題 那就是柯文哲講完張四剛動算之後 如果萬一有人底下喊口號 喊說柯文哲動算 那要怎麼處理 再加上藍白拍拖太久 基層已經有反彈聲浪 即便真的達成合作 柯文哲站臺有加分效果嗎 那總統合不合這件事情 有定論之後 那才有說站臺不站臺的定論 所以我覺得現在也不用太急著 去看這個問題 藍白協商總統合倘若破局 至少要拚國會席次 但總統不合立委票也難充 關鍵問題沒有解決還是白搭 記者是曜珍 蔡平鴻台北財務報導 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我吃了兩三天 最明顯的感覺是睡眠品質竟然變好了 睡得好 讓我整人工作更關注 心情也變得更穩定更好 因為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才讓我認識到克肺爾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的益生菌所組合而成 不僅能夠維護消化到機能正常運作 還擁有多種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相當強大 你知道嗎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它 稱它是神仙的禮物 上千篇的國際研究證實 克肺爾益生菌 不僅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影響全身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從的平衡 是解鎖身體健康精神健康的鑰匙 對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真的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藥 有積極的敏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 選擇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健康沒負擔 每日克肺爾時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go健康下單 輸入我的推薦代碼 有額外的選口 請問我好 不疑 有額外的選口 讓我來試試看 一試看 我們這邊啦 有額外的選項 有額外科 諸葷 參與